我们结婚这才半年时间 我觉得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刺激的半年 大起大落 跌宕起伏 他就是怪我让他辞职做生意 他放弃安稳的工作也是我们商量以后的决定 做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 遇到点挫折 他就丧气 我觉得我被他操控了 现在不上班了 比上班还累 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督促我上班 指定任务 我很震惊 我后面是有计划的 他如果半年生意没有起色的话 那会影响我们后面很多的安排 我是不可能不着急的 我就想安安稳稳过个日子 我委屈都没出说去 我很想回到我们结婚前 大段美好的时光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用了 婚姻就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努力的 不管有什么委屈 都得忍着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王先生 三十岁 来自山东 各体 张女士 二十七岁 来自山东 老师 有请 这是您夫人 这不是阿老婆 这是我董事长 这气场确实不一样 这怎么结了半年婚就跑到我们这来了 感觉还不如不结婚来 别瞎说 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吧 正好自己创业 没想到又从老婆变成了领导了 这处处处都得管着我 所以说没地方说件事 反正就上这儿来了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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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敢说狠话 就是苦是吧 倒苦水的是吧 对 咱从哪儿开始说呀 就是说结婚之前吧 两个人在一块 特别的幸福 特别的开心 结了婚以后吧 这些事闹得 一点一点也开心不起来了 经历了什么事 刚结婚完了以后吧 说工资太少 谁工资少 我工资太少 你工资少 对 所以说下来选择创业 谁创业 我创业 谁要求 你要求 老婆要求 是我们一起商量的 谈恋爱的时候怎么不嫌工资少 结了婚怎么嫌工资少了呢 因为结婚之后 就是下一步就是要生孩子也好 一步一步要往下走 就需要钱 我怎么觉得你是步步为营地 给这小伙子下圈套 没有 就一步步地控制我 开玩笑的 你过去做什么工作 在宾馆做后勤 收入 三千来块钱 是不是很稳定 对 稳定 很稳定 就是用我们父母话说的是 铁饭碗 然后结了婚以后 就是说上夜的这把铁饭碗砸了 亲自给砸了 我在那工作了十年了 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 所以说就下来了 主意是你出的吧 对 是 我觉得他应该 因为他比较勤快嘛 然后我觉得 他应该出来自己去做点小生意 比较好 下来之后怎么创业 兄弟 做旧衣服回收 这收旧衣服 怎么挣钱你给我们讲讲 就是说家里边 你有不穿的旧衣服 然后我上门去按金给用户钱 然后我就收走了 收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分类 分类完了以后我就往外出口 他闺蜜的这个对象跟我说 一块来创个业吧 我对象说 行啊 没想到越创越糟糕啊 咋了 就是没有生意啊 也没有人给你这些东西啊 所以说 整天在家待着就发愁 越愁吧 越没有动力 越不想干 越不想干 这个还在家催 其实不是他说的就是没有生意 就是你要自己出去谈客户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 就是婚前那种勤劳了 做了这个工作之后 他总是就是 不是我逼着他去跑 他就在家里待着 我在家 我出去也没事啊 但是你要早早的你出去 你要去找人去谈呀 你在家他就客户就来了吗 我那么早出去 小区也不开门 我也进不去 我也没有门槛 那你有没有想过别的办法呢 发广告 对啊 那你就做呀 就是他现在 就是他说的发广告也是我去帮他编辑的 我感觉他做了这个生意之后 他很懒变的 然后也不去动脑 他天天盯着你啊 对 早晨订 晚上订 关键是我在 我在那个 我在原家单位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不太跟别人 就是说 再去交流了 我叫他帮帮我 他还不太愿意帮 不愿意帮我 还看着你 所以说挺无奈的 这就是刚创业没摸 听门道就摸呗 关键是他老在家催啊 一催就把我整得就 没有干劲 就是他太着急了 他急的就是我刚下来先生 就是说一步一步地来嘛 打好地基嘛 他这可倒好天天辣 你收不到多少 你就别回来 那你那个绩效考核是多少 一天算合格 一天六百斤 一天收六百斤衣服 对 收不回来呢 收不回来你就晚回来 你晚回来 九十点钟 你晚回来你没有用啊 那咋办呀 收不回来咋办呀 就是这个六百斤 没有说是我就是 订的要求很高 我订的要求很低 就是很容易就能实现 一家一班都会有个 一百斤两百斤的衣服 所以说你只要够努力 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是敲门 您家有旧衣服吗 不是就是去 比如说出去谈保洁也好啊 然后去谈就是 在小区里面工作的这种 都可以 或者是你去贴贴宣传页呀 发发广告呀 这样都可以 但是他就是 我让他贴宣传页 他就说这个没有用 我说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没有用 有的小区他也没有电梯啊 叫你跑上去 跑上去就下来 一动动这么跑 干忙活也没成绩 越没成绩我越不愿干 那闺蜜的对象呢 他分开了 为啥 就是他现在不挣钱 可以说是他没坚持吧 直接去干别的去了 就你还在这坚持 对 这一坚持 反正天天催我 催着坚持 那你这半年下来 挣到钱了吗 没有 收到衣服了吗 收到了 收了多少衣服啊 收了八吨吧 收了八吨了 对 那也可以啊 那跑去这些东西不挣钱 而且地狱变了 就是说我从这个区 到我家那个区了 就是说那个区 我没设计过 然后那个区 属于一个新区 拓展呗 对 所以说现在回去 还不到一个月 这就天天怎家催 就不行啊 打到十一二点 一点就不睡觉 晚上也不睡觉 打是什么意思 打仗 吵架 吵架 吵啥 我有的时候晚上 我就会问他 我说你明天早上 几点起 然后明天几点去 你打算明天先干嘛 叫我列计划 天天晚上这个样 我这哪能 给他列出计划 我 就说句实在话 以前上班 也没列计划 这不是 这影响感情吗 影响 特别影响吧 我以前我是觉得 他特别的勤快 所以我很喜欢他 就很崇拜他的 这种勤劳 现在就是他 在家里 就是也没有 那么勤劳了 我就觉得很无奈 我以前勤劳 是勤劳 我是什么 我是以这个单位为中心 然后出去拓展一些副业 再挣点外快 但是现在下来以后吧 一是没有这个中心点了 我到现在就是说 叫他弄的 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这种欲望了 心里没根 对 不知道怎么干 对 自己也很迷惘 对 老婆又催 对 催越催越急 对 越急越乱 对 越乱越不知道怎么干 对 真的是 现在叫我去铁管罐 我在车上待着 先待一会儿 然后再溜达 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那你后悔辞职吗 怎么说 就是也有点后悔 有一点点 有事你后悔直接说 真的是 就是还不如 就是说 还是以那个为中心 再出去扩展 其他的行业 这个家里谁干家务 我干 对啊 那你也不挣钱了 你只能干家务了 不是 就是挣钱 我也干家务 那你呢 我 那个 躺着看我干家务 真的是 在家里得端上 我也做 不是说什么都不做 我们家晾衣服 是我晾 还有呢 就晾衣服 我有时候也拖地 太不容易了啊 你今天 是诉完苦了吗 差不多了 再诉 再诉回不去家了是吧 懂了 懂了 啥时候叫娃 说是明年 谁说是明年 董事长 就是我打算的是因为 这不是刚开始工作吗 然后就是他自己创业刚开始 基本上是干上半年左右 半年多点 就是工作走上正轨了 这个工作吧 挣钱也不是很难 慢慢地挣钱了 我觉得就可以开始 就是备孕啊 怎么样的 那现在挣钱了吗 还没有 那就备不了孕呗 对 就是我 所以我很着急 我想让他再快一点 不是 你是着急做妈妈是吧 也不是因为我们俩 也不小了 三十 三十岁吗 对啊 我也很快了 就是 你着急做爸妈 其实 挺想做爸妈的 挺想做爸妈的 哎呀 你可以啊 你基本把它当个驴屎 你知道吗 前面吊个胡萝卜 叫娃 眼睛一蒙 给我干起 结果发现 老吃不到那胡萝卜 是吧 所以今天干嘛来了 你给一个核心的诉求 小老师帮你干嘛 就别让他催那么紧了 就随我去吧 对 就是说让我 让我就是说 喘口气 对 有自己的空间去干就行了 好 懂了 懂了 你这个 你陪他来干嘛呀 我是想让 就是老师给一点办法 就是让他怎么能够 懂了 就是 努力一点在 他来的意思是说 你让他别管我 对吧 你来的意思是说 你们教我 怎么把他管理得更有效 是这意思吗 哎呀 这难了 你们看能出什么招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分圈 来吧 确实有点亨铁不成钢 对吧 对 这个丈夫不服管啊 跟你原来的规划 越来越远了 对 我见过圈养孩子的 还真没有见过 圈养丈夫的 而且你这一个圈 一定要严格的 在他划定的范围内 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 对吧 而且他给我弄了个冷静角 什么冷静角 也就是说 万一在这个圈内 你不听话 对 就得去站在那 冷静两分钟 冷静完了再说 而且我认为 真的要冷静的 不是他 而是你 做妻子 我们爱自己的丈夫 甚至 可能 我们对他有些不满意 有些遗憾 两个人可以沟通 双两好好的说 我们怎么做 而不是像你这样的 替丈夫做人生规划 工作规划 生活规划 新婚半年 他为什么说 还不如不结婚好 虽然他是调侃幽默 但难道不是新生吗 你考量过 他的感受没有啊 冷静角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 我建议 明天开始 自己 强一把 把冷静角取消了 来来来 林老师 不能取消 就得每当女士 一想育夫的时候 一想管教她的时候 自个站那冷静一会儿 我老公和我是平等的两口子啊 我也不能老灌输 给他这样的思想 你去冷静 不是他冷静的事 我能理解 你是想过热气腾腾的生活 想过蓬勃向上的日子 想把日子越过越好 对吧 将来再生个宝宝 我们家三口 多么的幸福 但你现在 就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 两面三刀 跟你阴凤阳眉 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人 那他现在自己不愿意 去做你 逼他做那些事情 那以后就只能跟你 真的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说出去干活了 溜一串 指不定干啥去了 真的 你会把他逼成这样子的 所以 我们想过好日子的心 是需要我们 日复一日 行动一点点去做 而不是拔苗住着 你脚步慢一点 小伙才能炖出好菜来 你急了 那糊了 希望你们越过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珊娜老师 你俩离了吧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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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他的话 我早跟你离了 这过得是就日子吗 时间长了 你会让他离你越来越远 你会把他变成那个 不想回家的男人 他会觉得一回到家 空气都是压抑的 一回到家 就看到那个冷静脚 一回到家 就看到你一张扑克脸 一回到家 就想起外面的世界 多精彩 你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你找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你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女人 如果你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女人 那你就发展 你自己去好了 这个家 你就把他撑起来 他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你让他按部就班地去上班 你现在就是没有认清 你的男人 也没有认清你自己 让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都过得非常的稀里糊涂 都非常的别扭 所以你必须要赶快 转变你的思维 我刚才一直在 想我以前跟大家说过的 这个就是幸福婚姻 离不开几件事 我觉得有几点 非常想要分享给你听 第一个就是 你要学会倾听 你要听听他在说什么 他给你反馈的是什么 第二就是 你不要吝啬对他的赞美 如果你每天打压打压打压 真的 就会让他越来越没有自信 他就会去别的女人那儿 找自信了 第三点就是 女人有的时候 需要学会示弱的 你只有示弱 让他找到 他在家里面的价值感 他才会回到这个家 后面还有好几点 你们要是过好了 我再分享给你听 就这样 好 谢谢珊娜老师 米娜老师 我赞同女人 对于生活 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一向认为 女人应该拿那个鞭子 抽的是自己 你得苛责自己 你为什么要让你的丈夫 来满足自己 所有的贪欲呢 除非你认为 女人本身就是差劲的 所以你才认为 男人得来替我圆梦 可是如果女人 本身就是差劲的 你凭什么拿鞭子抽她 让她冷静呢 所以为什么 我看着你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脑子里会对标的是什么呢 是那一个就是 普希金啊 他的那个童话长诗 渔夫与金鱼 渔夫救了一条金鱼 金鱼说 感谢您救了我 现在我满足你的愿望 你说吧 要什么我都给你 她说那你给我个桶吧 我要个新桶 老太婆家里头的桶坏了 然后拿着新桶 回去找了自己的老婆 老婆一听说大骂她 有一个金鱼 可以给你这么好的东西 你居然只找她 要了个木桶 于是她又去找金鱼 等等等等 老太婆贪得无厌 一再地要啊要啊要 要到最后 当了女王也还不乐意 跟老头子说 你必须找到那条金鱼 我要统治整个大海 我要让金鱼为我服务 我要做最厉害的女王 然后老头子又去了 找了金鱼 告诉金鱼说 我的老婆要让你为她服务 她要统治整个大海呢 金鱼沉默地看了看她 回到了海里去 她回去了 一看 你们又变回了原形 依然是过去的小破屋 依然是过去的小破头 你们又从女王 变回了渔夫和渔夫的老婆 就是这样嘛 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 会把自己丈夫 原本可以用自己的善良 原本有的好运 都被老太婆给缴的 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丈夫在娶你之前 人生是有好运的 十年的安稳 挺踏实的 在这样的一个踏实的岗位上 也就兢兢业业 快快乐乐地 才造就了她阳光开朗 这样的她吸引了你 取悦了你 可是你在跟她结婚之后 立刻着手改变她 毁了她的安稳 然后每天 在家庭里头碾压她 精神上压制她 摧残她 还希望我们帮你 更好地改造她 她已经被你一手给毁了 我们最多就是帮她 能找回过去的自己隔 而不是成为 现在你被她改得 是面目全非 她看你已经都不是你了 她看到的是 对整盘婚姻的失望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男人怎么宠老婆都行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得学会对老婆说不 老婆要求你辞职就辞职 你是在毁家 万一找不着好的工作了呢 万一以后 连四千块钱的安稳都没了呢 你知道现在能保持 有一个人安稳 就能够让你们的小家庭 过得是在轨道上 但是作为培训老师的你 却把安稳拉进了变动 目前因为自己工作的不稳定 就越发地惶恐 就希望伴侣帮你稳下来 但她其实能力有限 原本可以稳一个人 但是你现在想让她 把两个人一起稳 她有点做不到 给她时间 祝你们幸福 加油啊 谢谢 谢谢敏大老师啊 哎 我我是只能一声长叹 因为两个不独立的人嘛 一个看起来强势 其实不独立嘛 想从婚姻当中索取未来嘛 一个看起来好像是 逆来顺受的一个老公 其实也是不独立嘛 脑子没长在自己的头上嘛 三十岁还没有弄明白 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其实我也真是觉得 现在不是讨论 怎么去创业的事 你们要重新全盘讨论一下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补救 我觉得更现实 更务实一些 咱们不讨什么公道 回家该做饭做饭 该怎么着怎么着 自己的路自己走 你们还是两个相对的个体 好吗 家庭的路一起走 职业的路自己走 好吧 明白 一起 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是我强迫你 做了太多的事情 我也是有点着急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的婆婆 就是特别地相信我 就是 当时妈妈不愿意你离职的时候 然后但是她觉得 如果我想让你离职 她就相信了我 所以我着急证明给她看 但是我忘了应该去相信你 所以对不起 以后我会多给你一点时间 让你自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感谢 感谢 你没丝 没丝 没丝 哎呀 我看的都热烈盈眶嘛 那琴之类 我相信她最吸引你的就是那个 没事 没事 对吧 加油吧 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加油加油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哎呀 真是挺感慨的吧 真的很感慨 遇上了一个好老公 但是妻子要回归到 一个妻子应该有的模样 当然肯定伤出了 哎呀 你要说好老公的话 也就是从听话这个维度吧 但是从责任和成长来说 好像差点意思 严老师 我觉得成长是终身的嘛 所以 来得及 他们相爱 方式方法有错 可以调整 爱可以去弥补 或者是彼此包容 和等待 刚刚开始嘛 经历这些都正常了 今天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从现在开始改变 我觉得他先生 这一辈子做的 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来这栏目组 哎 真的 啊 其实他俩挺配的 站在那儿 我后来就偷着乐 为啥呢 就是一个是没头脑 一个是不高兴 然后组合在一起 他俩就特别和谐 行吧 看看他们俩怎么相见吧 来 请开门 快去 跑不了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两位 感谢老师 哇 嗯